大家好,我是翠翠Alice 天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天文学家的世代积累 但有谁了解中国古代的女性天文学家呢? 本系列视频将为大家介绍几位杰出的女追星者 Nature在2019年度的宣传片中 登出了一位名为王真怡的中国清朝女科学家 作为当前女性科学家的前辈代表 介绍中,王真怡是一位精通天文、数学、地理、医学和诗歌的全能性选手 事实上早在1994年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就参与王真怡 一名金星上的黄秦山 她在国际科学界声名远远的时间 及影响力都远超我们想象 王真怡出生于1768年 今天的江苏南京 她的祖父王哲甫热爱读书 据说有藏书75厨,且著述颇丰 父亲虽然科举不重,但精通医术 所以王真怡自小聪明好学、喜爱读书 与家庭学习氛围浓厚也有关 她的前半生全是了读万转书、行万里路 两年多的时间里 她向东出山海之地 向西游林状之所 而后复立武、楚燕月等地 经形成不下数万里 这一段跃进山川秀丽 风土人情的难得经历 让王真怡彻底打破了规格女子 局限于个人情怀的思维限制 豪迈地写下了《足形万里书万卷》 《长女雄星圣丈夫》等诗句 可以说是清朝最应和女性平成代表人物 所以回到南京的王真怡 自由自在地开始了自己的科研探索之路 18到24岁是她的黄金时期 一开始从数学入手 从她留存于世的德丰廷初级十三卷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她的研究内容 涉及三角函数与勾股定理 还有当时盛行的梅式算学 她的勾股三角解详细解释了 由西方传进来的 当时语言不详的三角函数公式 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知识才能更好地进行传播 因此她不仅尝试对西学进行解释 更对梅式算学进行了简化 重新编撰的工作 这些研究对于中国算术的发展意义重大 在中国古代 几乎所有的数学都是应用数学 因此古代数学与浓历气节的计算 天文星象的观测 哪至于理学仪器的制作都密切相关 所以数学家往往也是力学研究者 甚至天文观测者 王振宜最有造诣的是天文学 在天文学领域 他留下的著作具传共有64卷之多 可惜如今我们只能读到很少一部分了 例如对于岁差 王振宜总结了前任的理论 并结合中西立法 最终得出 冬至每70年后退一度的精确结论 在岁差日志变异议文中 王振宜批驳了当时所谓的 天见差而西 岁见差而东的误解 并确定 大抵不过六七十年 史差一度的说法 基本接近真实情况 他还在论文中 纠正了立元和立法的概念 更重要的是 他在当时天元地方说 依旧盛行的情况下 证实了地元说的正确性 这在清朝中期 是十分进步的科学认识 他在地元论中 从六方面批驳流传了数千年的 天元地方说 宣扬地元观念 他揭示了相对空间位置的概念 即宇宙没有上下正反之分 以宇宙宏观和微观相结合 来理解天元地方 这种认识比起 天元地方先进的作 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后续研究工作中 王振宜正确解读了日时月时时 太阳地球月亮三者的位置关系 并驻有月时解 一共世人学习 月时解精确地阐述了 月时发生的时间 十分深浅等知识 语言浅显直白 还有配图 碎文定于地心论 以文纠正自古以来认为天经地的地心书 《星星辨》 《日月五星随天左旋论》等文章 对恒星数字 《日月五星的移动方向》等都做了论述 他解决了当时的疑难问题 对于纠正流传的错误说法 宣传天文科学知识有不可估量的贡献 对天文学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因此王振宜的学术成果传到西方世界 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获得天文发现的贵民权也就不足为奇了 遗憾的是 王振宜年仅29岁就因病去世了 而大量科研成果首稿 也在他去世后进出遗失 仅剩比例极小的一部分德性存世 回顾他的一生 或许会有人觉得他的科学研究成果在今日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我们需要考虑到受限于时代环境 他能以封建时期的一个女性身份 年纪29岁就做出如此多的研究成果 已经可以证明其能力过人 他的精神给后人带来无限希望 不管是清朝人的身份 女性的身份 还是中国人的身份 他曾写笑的一句话 或许就是其一生践行平等精神最好的读解 同事人也 则同事心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 关注催催 给我一键三连吧